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是要拍拍手 这是好不容易 在全球性我们得到了这个肯定 那么也比去年的第124名呢 跟这个大福我们就前进了很多 这个当中呢有生命科学 也有医学 其中呢 艺术人文类别是进步最多 那么由这一点论点 我们也可以看出全世界的一个走势 所以因此本席要请教 我们几项重大的政策 五年五百亿 终于我们花了这个钱 有这个成效出来 那么五年五百亿呢 能够将台湾大学挤到第95名 等于也是打了一个兴奋剂 那么要请教 在五年五百亿当中 以往有很多人说 它是不公平的一个预算分配 那么请教部长 你认为有了这个成效 以后我们这个政策 要怎么样去推动 让它成效更好 请教部长 是谢谢杨伟员的关心 其实五年五百亿 它是用在拔尖 虽然只有十所十二所学校 它拿到了这个钱 但是呢就是把它集中重点 放在几个学校几个领域 那这样的提升台湾的学术 如果这五年五百亿 拿来给国内一百多所大学 大家一路均沾啊 那恐怕你这成效就出不来 那么各校呢 我们也会有补助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学校呢 是用教学卓越 你这个研究 你这个顶尖上不来 不一样的类别 另外有五十亿给他们 就是一层一层希望一直上来 所以讲到这个重点 就是全面性的照顾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板块在几压 包括临近地区 东南亚地区 那么要怎么样 能够把我们优秀的孩子 能够留在台湾呢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有起了这个头 有了这个过程 我要有结果有答案 那么如果训练的 都走走出去 我就花这些钱就没效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板块在几压 我们能够从一百二十四进到九十五 换句话说 别的国家也能够 也能够前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怎么样能够把孩子留在台湾 请教 我想把孩子留在台湾 当然就是台湾的这个高教 它的职要提升 如果说留在台湾 可以有好的教师 好的教授 有好的这个学习 这个专业的智能 他不必到外国去学习 他在台湾呢 他还可以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社会啦 适应也更容易 因为他要的东西在台湾没有 他才要到国外去 那如果台湾能够留 他就不会出去 那么如果照部长您所说的 换句话说 他不是单一 不是一个五年五百亿 就能够留住 而是要包括刚才部长您所说的 教学卓越全面性的去培养 才人家才愿意留下来 特别在艺术人文类的这个部分 它是增长最多的 那这是全面性 所以因此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个会期能够通过两岸学历认证 这个目的也就是台湾能够跟全世界都能够相同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那么谈到这一点 要全面性的去教育去协助 那么本席要请教再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在今天在自由时报里头 这么大的一篇 98克刚明年上路有变数 这个早上电话 我们扶出电话不停 然后上面又写一个 监察院批违法适当 适当 请教部长 98克刚会不会如期上路 98克刚在今年已经公布了 明年也应该会如期上路 不是应该不应该 会不会 会 会哦 那么监察院所说的 批违法适当 你认为有适当吗 因为这些克刚他都有专家有委员他们经过长期的讨论所定定下来建立了共识 所以这个克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怎么做怎么做完全是大家建立了共识之后来做 所以基本上应该没问题 基本上是没问题 只有国文跟历史原来有争议 那国文哥现在他们委员会也建立了共识 历史昨天开过会之后他们还没有提汇报 我再看看他们共识 所以剩下最后一颗国文没问题了 就历史 昨天也开过委员会了 还没有做最后的定夺 对 所以今年公布明年执行之上路 是 是不会变动的 不会不会 好 所以由这里啊 我们可以具体建议给我们的教育部 因为今天早上大家看到了这个这么大的这么耸动的一个标语 slogan出来 我愿意称它为slogan 哦 我就 我们的电话接不完 因为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 都在家庭的报备 到底这个孩子的学习 如果不断的去未定数 我想对这个孩子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部长你说 是今年已经公布 明年确定上路 不会有变数 不会有变数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 部希望成为社会不断的动荡部 不安全感的一个议题 我希望我们教育部 应该要正式开记者会 这么大的一个标语 应该要正式开记者会 给社会大众说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预定要怎么做 而且我们的步骤 一步一步到目前为止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也就是上次本席具体建议的 我们应该要设法院人 一旦有针对我们不里头 政策方向不一致的 应该要立即去做说明 去表示我们不里头的立场 而不应当让社会大众的家长 在那边举旗不定 在那边忧心 部长你的看法 我非常谢谢杨委员的意见 其实这个课程修订是一种专业的领域 学者专家都已经说没问题了 我想谁在说有问题 大家都不能接受 既然没问题了已经公告 那依法就要去促行 所以明年九九九应该是这个九八克康会会实施 至于说这个历史跟国文 我们最近也会做一个因应的处理 对 所以你这个就是要正式的发言人给社会大众说明清楚 而且欢迎来挑战 如果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这是一个民主多元化的社会 请你提出意见来 请你提出意见来 因为这上面已经有写了 监察院批施档 所以这个是严重的一个议题 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政府的政策决定 而且在走之 未走之前监察院已经批施档 我们还没有提出说明 这是对我们教育部不公平 对不对 而且对家长也不公平 接下来本期再请教一个议题 过去我们经常说 做孩子批施最好命 没犯没路只批施而已 可是现在的孩子不一样 我看来烦路这么多 经济压力灯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社会也在变动 以前的话 现在不适用 表示我们在政策方面 必须要去做调整去因应 对不对 部长 你认同吗 好 既然认同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我们根据啊 这个人力银行的一个调查 下本期要来请教我们部长 一个好的政策下去 也要有人去执行之啊 除了家长去执行 除了我们的政府人员去执行 除了学术界老师等去执行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者 就是孩子 学生 学生要去执行之 但是如果压力这么大的时候 要怎么办 所以本期要请教 我们的那个助学贷款的部分呢 现在利息是多少 1.55吧 是多少 降到1.55 部长你认为这个是不是应当要降 我们一直在沟通啦 希望台语能够降 这本来就要降嘛 对吧 不过你敢有发便的预算 帅保障啊 我们现在的定期存款 现在零点多呢 如果以助学贷款协助 我们非常感恩 但是如果有人再以助学贷款要来赚钱 这样比较不利啊 这样表现 你搞得不成功啊 因为这是公共的政策性问题嘛 我们会再跟台语再来 他金额不是很大 应该部长 你正式去拜会 我们的修联修正 好 你还说 因为这是在帮做孩子 1.55 现在一般的企业贷款 也没有到1.55啊 大额的额度没有到1.55呢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在这样九成五需要 公读的这个 这个意愿的时候 我们应该努力去争取 而且我觉得我们教会部应该 编列适度预算来协助这项孩子的 这个利息补贴 利息补贴是没问题 对吧 合乎规定我们都全部帮他代表 全部帮助那是中低收入付嘛 对啊 你现在你的苦努啊 你的现在多少孩子贷款 比数几十万 人次多少 75万人次 对啊 人次啦 光光读书 75万个孩子需要做贷款 我们应该要协助嘛 75万我们如果来编列利息补贴我觉得也占我们总预算的微乎其微的预算 但是可以帮我们教育政策去完美增善美的境界嘛 已经预算有19亿在族行 这所以不够嘛对不对 而且你说的1.5955还59 1.55我们比较 你给修联小姐说嘛 你说到现在起立的 你以后的2.9 5的啊 对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1.55 这个应该是部长你有责任要去争取 好 好不好 你快去啦 你去以后不可以 拜托我们红秀柱大姐啦 你那班跟欧阳会都来去啊 这个帮助孩子嘛 你绝对可以啦 好不好 我们来协助孩子啦 降低我们助学贷款的利息 配合目前经济状况 好不好 我去看董事长去跟他沟通 好不好 沟通结果赶快告知哦 好 谢谢 我们赶快给好子有一个快乐的答案 谢谢部长 谢谢杨委员 谢谢